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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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叶而闭舍身影 无色声香味出发 无言间乃至无一世间 无名义无名情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情 无苦凄灭到无知无道 优优独播剧场——YK 一开始我们要做甘露事实 那么为什么一开始不先做别的呢 当然在此地已经都做得非常的圆满 刚刚我们唐主慈悲还请我到内坛 用最好的城乡去供养 去黄大地 我想这是个功德 必须要强调来 最好的坛乡 所以当然很多地方佛像都是用最好的木头 最好的黄金 最好的装饰去成就的 但是世间所有最好的物质都要拿来装严 那么佛法身三宝 那是所信仰的对象 这里面最主要表达是一个 来念一下最圆满的心态 所以对最尊敬的对象 当然我们用最好的来供养 那在佛教里面就希望我们用一个 跟佛一样的心态来供养佛 那这是最圆满的供养 所以念一下来 发菩提心 为第一供养 就是说 你跟欧弥陀佛一样 要发愿成佛 你跟本师释迦牟尼佛 发愿一样的愿 要成佛 这是最圆满的供养 叫第一供养 但是这个成佛的菩提心 以什么为基础呢 念一下 大慈悲心 为最上供养 也就是说 我们对所有的受苦轮回友情 生起一个悲悯心 而且愿意承担他的 离苦得乐的责任 这个叫慈悲心 所以我们现在到了傍晚 在各个寺庙 傍晚最重要的是什么 念一下 蒙三思石 这个蒙三思石 就是对这些可怜的孤魂野鬼 所以当然故事我再讲一遍 那有一次 阿难的侍者 记忆第一 多闻第一的阿难 他在洞里面 一直在背诵佛陀所讲的真理 他要把他背下来 很认真 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鬼 念一下 面燃鬼 那边有一尊叫面燃鬼 叫面燃大士 就是他的脸就被火在烧 那这个面燃鬼就找阿难说 哎呀 修行者 你三天就要死 阿难一听 吓坏了 那怎么办 然后这个面燃鬼说 如果 你可以替这些恒河杀 一切恶鬼道众生 为他们做两件事情 念一下 供养三宝 第二件事情 布施恒河杀恶鬼 古时候印度最常的河 叫恒河 恒河的沙 无量无边 能够布施恒河杀恶鬼 能够做这两件事情 你三天之后就不死 不然呢 你死了以后 跟我一样 这个咽口鬼 什么叫咽口鬼 嘴巴一打开就吐火 火就烧脸 全身 都时时刻刻在被火烧 特别当于饥饿的时候 所以 晚上吃东西 不要出声音 特别晚快 你一出声音 外面就吐火 叫咽口鬼 所以佛陀的时代 为什么出家人 晚上都不吃饭 因为佛经说 如果出家人 能够持戒 晚上不吃饭 所有恶鬼道 都不会吐火 所以很慈悲 因为太多了 那个时候 安娜一听 那我哪有办法呢 所以他就赶快跑去找佛陀 他说 佛陀啊 我真的三天会死吗 刚刚有一个面蓝鬼 好像恐怖啊 跟我说 佛陀说 是 那怎么办呢 那佛陀说 你放心 如果真正的鬼也不会告诉你这个 事实上 那个面蓝鬼是观音菩萨实现了 要来救你的 所以 但是安娜说 我没有钱啊 我没有这么多东西去布施 横河杀无量无边的恶鬼 而且替无量无边的恶鬼都供养三宝 那怎么办呢 那佛陀说 很容易 我传给你这个咒 佛陀说 过去他还没有成佛以前 无量寺 做个普通的外道修行者 观音菩萨来传给他这个法门 观音菩萨说 你只要念这个变十咒 无量未得知在光明如来的变十咒 哪怕一颗米 都可以变成无量无边 以这个米 念二十一变可以供养诸佛 念七变可以供养父法诸天 念三变可以布施横河杀恶鬼 所以 安娜一听 太重要了 他当然就真实这样去做 他做了以后 三天不死 阿难变成巨兽 阿难后来活到人类 那时候超级线 一百二十岁 无病 所以呢 阿难才请求佛陀 佛陀啊 那全天下的人 应该都要知道 这么多 帮助恶鬼道 事实上是帮助自己 所以佛陀就跟阿难说 所以咯 你一定要 无论如何 在末法时代以后 用尽各种方法 把这个布施恶鬼道 念变始咒的方法 告诉他们 这个是帮助整个世界 不然整个世界都是这些咽口鬼啊 各种的鬼道 人也活不了 世界就会很痛苦 所以我们汉传佛教 最大的法会 水陆法会 梁房法会 放咽口 都不离开这个便是咒 那叫水陆空可怜众生 为什么 因为帮助越可怜的众生 你所得到的功德福报越大 所以我们法会一开始 先来做甘露私食 那当然其中还有一个故事 各位也听过 那在佛陀的时代 有个叫尊重比丘 家里也一样很有钱 爸爸往生了 剩下他跟他妈妈 那他经常去帮助 供养出家人 他妈妈就很不服气 我们家财产那么多 不要拿去给那个 好吃懒惰的沙门 就光头 他们整天都不做事的 很反对他 你再去 爸爸妈妈就打断你的腿 这样威胁他 而且他一直讲出家人的坏话 那这个尊重也没办法 后来等他妈妈往生了 他就跑去出家了 但是出家以后 他也精进修行 二十几年 然后后来有一天 在打坐的时候 后面出现了一个鬼的声音 阴风凉凉 吹到他身上 哎呀 尊重啊 尊重啊 我是你的妈妈 尊重一下 真的是妈妈的声音 他转头一看 很可怕 整个脸烧的 整个身体像木炭一样 没有衣服穿 用身体绑着 身体 指甲都穿透每一个地方 一讲话就吐火 吐火 真的是他妈妈的声音 但是外表一点都不是他妈妈 这个真重的妈妈说 真重啊 我是你的母亲 你一定要救我 好在你出家 我脱离地狱岛 因为毁谤三宝要下地狱了 现在我每天都在后面 等着你给我功德 我可以减低我的痛苦 所以那个时候 那真重说 那我怎么帮你呢 真重那个 他妈妈说 妈妈在世都没有布施 我现在知道了 我听你念经 你去替妈妈 供养所有出家人 用水好了 用水 替妈妈做布施 乃至呢 放一根羊柳枝 都可以 然后真重就跑回来问佛陀 佛陀说 是啊 真的是你的亲生母亲 所以凭你一个人 没办法了 所以你应该在吉祥日的时候 准备所有的 跟你妈妈讲了 没错 用水就可以 这加一根羊柳枝 所以我们出家人 现在在观音菩萨面前 都会摆一杯水 放个羊柳枝 这样再撒净 撒净除了净花坛成 也布施恶鬼道 这样 所以 那真重就 按照他妈妈说的 恶鬼道 每一个出家人 供一杯水 放一根羊柳 来告诉 因为我妈妈做恶鬼 所有出家人 都为他祈愿 所以他妈妈 马上就当场升天 所以我想各位水也好 一点点米也好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时候 会给各位现在发一架 一人一杯米跟水 好不好 每次都会带着各位做 但是我也希望各位学会了 每天都要做 好不好 在你家门口 所以我刚刚去逛佛具店 我特别买这个 各位你干脆买一个这个 24小时就插电 最好上面还要放一个观音菩萨 那就一直布施甘露 如果你要发财也可以 你买一尊财神 或是现在五方财神 他们故意做成让你去领水的 就水先供财神 供五方佛 然后这个水再慢慢流 布施给二轨道 你就坐在家里准备发财 所以观音菩萨很慈悲 观音菩萨的甘露 他手上的阳流 那个甘露瓶永远在碰甘露 如果你能够买一尊观音菩萨 刚好一直在地甘露 那也